美國對華手下流程,中共對美軟土心骨。布林肯仿華時略下狠話,說中共如果在緩俄問題上不採取行動,美國將採取行動。 這句話,華中有骨,是美國近期最強硬的一次表態。但是,布林肯回去以後,美國宣布對全球200多家公司機構實施制裁,包括20多家中資機構,其中並沒有事先張揚的金融機構。 也就是說,美國這一次對中共的制裁,基本上還是雷聲大雨點小,隔去騷揚,擺擺姿態而矣。 這樣的處理手法,剛剛跟美國預先設定的目的背道而馳,與其說了重話又落空,不如一開始就不說那一番重話,說而不做,比不說更差。 美國女女放話,女女忍手,中共就知道美國只是靠客,中共只要咬緊牙關,不肯順從,美國也對它無辦法。 美國長期以來對中共的制裁效果不張,問題就在於美國一直不想將中共迫到絕處,不想冒險引發美中戰爭的風險。 但中共剛剛是死豬不怕開水湯,看穿了美國的軟弱,最終在美中交手的過程中,美國並沒有賤到什麼便宜。 美國真正達到打擊中共利益的事情,只是拜登政府上台後,努力收復與盟國的關係,現在世界上幾乎所有民主國家,在對華關係上,都基本上步調一致共同進退,在戰略上,致中共於極其不利的地位。 但是中共從來就不怕孤立,老毛時代同時面對美蘇夾擊,老毛發明不結盟國家和第三世界的概念,令自己做了中小窮國的領袖。 今天在聯合國以及其他國際組織內,中共走的就是老毛這條以農村包圍城市的老老,你說他沒有朋友,他那些豬朋狗友還有一大堆,因為看穿了美國的修正政策。 中共事無忌憚做那些令美國如坐針尖的陰陰勾搭,美國又對他沒有辦法。話說得再狠都好,沒有實質的事情做出來,終是徒勞。 近日美國副國安顧問博明發表文章,力數美國對華政策上的軟弱,導致根本無法約束中共對全球規則的破壞。 博明指出,在考慮對中國主要銀行及其他關鍵企業實施制裁的潛在代價時,拜登政府也必須衡量不採取行動的後果, 這句話尖銳指出美國政府不湯不水的對華政策,實際上損害了美國的國家利益。 布林肯仿話時,我曾估計美國會對一些地方小銀行採取制裁,而暫時放過國有大銀行, 那樣留有一手義觀後效,又有實際傷害,讓對手感到痛和威脅。 不料美國政府連中共地方性小銀行都不忍下手,只制裁一些沒有人式的小公司,敢與布林肯的肯話根本不成比例。 美國手上很多好牌,制裁銀行是一,公布貪官在美資產是二,美台建交是三,三招都是大殺招,中共一定耐不下,其中最容易做又成本最低,就是公布中共貪官在美的資產。 美國是民主國家,是全世界黑暗勢力的死敵,美國沒有理由幫助中共貪官隱藏貪污所得,幫助他們洗黑錢。 一旦揭露貪官黑戶口的巨額資產,中共政權就會從內部動搖,龐大的官僚機器會瓦解,中國人民會進一步認清中共本質,也會引發高官內部分贓不雲的出語。 客觀上,這是打擊中共政權的有力武器。 設想一下,若先公布一批低級官員的私產,如公安局局長醫院院長穿書的國企負責人等等,這件事一做,等於第二都指逼習近平對基層官員下手縮貪。 貪官人數眾多,一整就要殺一大批,與此同時,省市一級的官員就知死其近,中央一級的高官們也會惶惶不可終日。 若中共仍繼續幹壞時,美國就可以將行動升級,升級再升級,直至政治局常委和習近平初則公布,繼而凍結,最終沒收,這些不易之財,日後用來幫助在廢墟至上重建的中國。 美國何必如此關照中共高官的利益?中共高官的貪腐事實大白於天下,對美國有什麼傷害? 最多就是促使中俄更死心塌地抱在一起。即使美國在手下流程,放中共高官一條生路,中共一定會與普京綁在一起,同腦同胞,同生共死。 既然如此,美國又何必深遠?兩國較量,說的是實力,亦會與領導人權行利弊的決斷有直接的關係。 拜登政府不想將美中關係推到熱戰的地步,這種心態上的軟勒被中共攔裂。 今日中共在台海南海東北亞、中東和俄烏戰爭上的一切小動作,都建立在美國的養虎為患之上。 拜登政府必須衡量,不採取行動的後果,撥明這句話講中要害。採取行動有後果,不採取行動也是有後果,有時候,後者比前者對自己傷害更大。 本文獲作者授權,轉載自顏純勾Facebook,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,不反映大紀元立場。